诶 宋子鸟的胚胎培养进度好像更新了耶 你要不要一起看一下 好啊 诶 为什么都只有BC等级的胚胎啊 是不是代表不好 哈喽 我是宋子鸟胚胎师ingree 很多夫妻在看胚胎照片时都有很多的疑惑 今天就让我来为大家一一解答吧 这些胚胎都是BC等级 是养得不好吗 这些胚胎能植入吗 不要担心 在宋子鸟评分系统里面 只要有冷冻的胚胎都是值得植入的胚胎哦 宋子鸟是怎么评分胚胎等级的呢 在胚胎排养的第五到七天 胚胎师会将内细胞团依照紧实程度 分成A B C三个等级 内细胞团是将来发育成宝宝的部分哦 而将来发育成胎盘的滋养层细胞 则是会依照细胞数量分成A B C三个等级哦 但是内细胞团判定为C等级的胚胎 代表胚胎是在观察的时候 没有看到将来会发育成宝宝的内细胞团 所以后续是无法进行冷冻的 外圈的滋养层细胞C等级也是不好的吗 当然跟AB相比 C等级的细胞数目相对会少一些 但宋子鸟的胚胎师为了帮客户把关 每一颗胚胎的成功几率 我们的评分系统是比国际通用的 Gunner评分系统更加严格的标准 因为标准比较严格 平均而言 B C等级的胚胎就占了全部的六成 怎样才能算是AA等级的胚胎呢 就像图片中的两个胚胎 A级的内细胞团又致密又有立体感 外细胞团的细胞数相较BC明显增多 从图片该看得出明显的差别吧 就像我跟我的兄弟姐妹来自同一个父母 但是我们长得不太一样 原来如此 要达到AA等级真的很困难耶 没错 所以只要有冷冻起来的胚胎 都是经过送子鸟胚胎师认证 相当有机会成功的胚胎哦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